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人为何不认取宫里出去的宫女? 看完这三个原因,相信你也不取。 最近宫廷剧可以说是非常火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? 看了的人就会发现,里面宫女的配置,可以说是非常上档次了,全都是长得相当漂亮的, 因为毕竟进宫当宫女,也是要经过一番选拔,随时会成为皇帝的女人。 但是其实一开始,宫女差不多都是从战败国那里俘虏过来的,或者是一些犯了罪的人的妻子或女儿。 直到汉朝的时候,才出现专门选拔宫女的制度。 古人为何不认取宫里出去的宫女? 看完这三个原因,相信你也不取。 最初选拔宫女的数量非常有限,到了后来规模才渐渐扩大。 进宫当宫女的人除了漂亮以外,还心灵手巧,因为他们进宫以后在宫里学了很多手艺。 在我们现在看来,能娶上这样的妻子是非常难得的。 但是在古代并不这样认为,甚至古代的男人都不愿,一许那些从宫里出去的女人。 所以今天小编要跟大家讲的就是,古代男人为何不允许显散出宫的宫女? 看完三个原因,相信你也不愿许。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的年纪。 进宫当宫女的人,一般都是13岁左右,在古代是一个正直花样年华的时候,很多人都已经有婚配了。 但是我们都知道,宫女一般都是要等到差不多25岁以后才能出宫。 这个年纪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年轻,很多人在这个时候,可能才刚刚上大学。 但是古代不同,20岁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,所以男人很少有意愿娶她们。 第二个原因是关于传宗接代的问题。 这在古代可是一件大事,如果女人生不了孩子,是要被逐出家门的。 这些出宫的宫女,在宫廷内服侍他人时,因为长时间的劳累,再加上有时候还会挨打。 他们在宫中的生活,自然是非常难受的,所以这也就可能导致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,严重的就会拨。 即到无法生育,所以自然没有多少人敢要他们了。 第三个原因是这些宫女,由于在宫中没有干过农活,生活条件也比宫外好,所以他们出宫后很有可能吃不了苦。 这对于古代封建思想的人来说是绝对接受不了的,没有人会愿意娶一个不会干粗活的人回家。 综上这些原因,这就解释了,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娶长得漂亮,又心灵手巧的宫女了。 说到这,难免对他们有一些惋惜之情,不过有什么办法呢? 在古代有些人的出身就是这样,想要改变命运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小编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,少点抱怨,多点享受,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的有意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